产书交给接生婆一瓶毒药 吩咐她如果生出来的是男孩 就马上将她毒死 随着一声啼哭 婴儿呱呱落地 蒂姆生的是个女孩 但这让她更加担忧了 于是叫老乡好带来一只大麻袋 拜托她帮女儿逃离这里 因为这里是城里有名的一红院 老宝只接受女孩为她挣钱 蒂姆不希望女儿不自己后尘 谁知道在出去的路上 那只麻袋实在太过耀眼 引起了老宝的注意 她马上示意护院关门准备打狗 毫无疑问孩子被发现了 蒂姆只能着急地说 男人老婆不能生 自己以200块的价格 把孩子卖给了她 老宝一听二话不说 从暗格拿出一叠钱扔给老男人 老宝当众宣布 孩子从现在开始归她所有 蒂姆非常伤心 唯有去庙宇找女神发泄 质问她为什么那么狠心 把女儿带走 不料老宝也来了 她教训蒂姆在这1111有什么用 这个骗区她才是神 蒂姆赶紧跪下来 求老宝归还女儿 她可以去外面兼职打工 来偿还孩子的费用 没想到老宝竟然同意了 但是她有个条件 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为了女儿蒂姆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不过她也有一个条件 老宝看在那笔钱份上 在女神面前答应 帮蒂姆做一台大戏 但在20年之后 老宝必定会让这个孩子 看到所有真相 当蒂姆正感谢女神 为自己找回孩子时 一朵莲花落在孩子的身上 于是蒂姆给她 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莲花 寓意女儿出于淤泥而不染 一眨眼八年过去 莲花长成一个可爱的小丫头 在她眼里 老宝是院子里所有人的包租婆 妈妈的职业是护士 因为每天晚上 蒂姆都会把她锁在房间 所以莲花一直不知道 她是战阶女 有天莲花在外面闯祸了 蒂姆非常生气 气得把她的头发给剪了 莲花伤心地去找老宝寻求安慰 老宝倒是很疼这棵摇钱树 哄莲花说是冰激凌 可以有柱头发生长 莲花不是贪心 她只是天真的以为 吃三个冰激凌头发 就会以三倍的速度生长 看着开心的莲花 老宝正充紧着美好的未来 再过十二年 她就要让莲花成为这里的头牌 但十二年还很长 莲花现在懵懵懂懂 她并没有怪地母剪了她的头发 当看见妈妈手上的小伤 莲花开始责怪起来 说她一个护士竟然犯这样的错误 没想到莲花小小年纪 洞察力如此惊人 然而莲花回家发现药已经用完 就在这时 屋子里来了几个游客拍照 莲花静止过去问人家拿要给妈妈涂伤口 没想到还真讨到了 对于这个乖巧孝顺的女孩 游客觉得很好奇 这句英文可把妈妈给惊呆了 接着游客问她读几年级 莲花顿时愣住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上学 这时游客让翻译给地母传了几句话 莲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勇敢聪明 只听一遍英文她就会说了 应该好好培养 就为了游客这番话 地母决定给女儿找学校 校长听闻她那么聪明 就决定考考她 是谁早上来晚上走 来的时候一片光明 走的时候周围都变得黑暗 答案很明显是太阳 但莲花回答的却是妈妈 这个答案让校长很是满意 她决定让莲花在这个学校就读 然而就在填写入学表格时 校长听到地母给出的地址是那个妓院 她却反悔了 院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父亲 因为她们的妈妈也不知道父亲是谁 这里就是城里有名的妓院 也是这个原因莲花被拒绝入学 然而她并不甘心 特地在学校门口堵校长 小妮子的坚持 为自己赢得了在这入学的机会 上学之后莲花学习非常用功 简直到了忘我的境界 无论身处何地她都想着学习 然而当她一如往常去上学的时候 却被堵在了门口 因为今天有个亲子活动 必须有父亲陪同才能进去 莲花认为就是这样 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孩子都没有父亲 这时校长出来想按住莲花 但她童言无忌 很快说出自己来自怡红院 家长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 纷纷指责校长 怎么可以让妓院的孩子在这上学 那个地方那么肮脏 可怜的莲花 被那帮自视清高的大人赶出了学校 她一路哭一路跑回家 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爸爸在哪 为什么没有爸爸就不能上学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却把弟母拦住了 莲花说不会再去上学 因为那些学生家长 都说妈妈不是好人 如果自己不上学 就没有人说妈妈的坏话 弟母一时间进无言以对 就在第二天 院子里来了个游客想要在这画画 老宝当然要收费 而那个游客也答应了 但翻译却要使坏 莲花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 她等老宝说游客明明已经答应付钱 是翻译在捣鬼 老宝一听马上将她赶了出去 而莲花很快就从游客那里拿到了报酬 这让老宝开心得不得了 对着弟母夸莲花真是太棒 还奖励了她几张票子 然而老宝心里又有了打算 弟母想着女儿不肯上学 拿着老宝赏的钱去给她买点书 让她在家看也好 殊不知回去发现大院热闹非凡 仔细一看 竟然是莲花在跳舞 这是她最不愿看见的 因为女儿越优秀 老宝就越对她虎视眈眈 弟母忍不住就要出手教训女儿 却被老宝一把抓住了 她警告弟母 莲花将会是一红院的未来头牌 千万不能动她这张脸 这正是弟母最担忧的事 她看着地上的探灰 既然女儿这张脸那么宝贵 只有毁了她才能让老宝不再惦记 孕妇吩咐接生婆 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堵死她 然而再生的是女孩之后 却要将她毁容 因为这里是妓院 老宝不会白白抚养男孩 而女孩长大 也将在老宝的控制下 为妓院带来收入 就在弟母拿着石灰想去毁了女儿时 被好朋友劝住了 毁了容又怎样 照样可以卖钱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能逃出老宝的魔爪 然而就在三天后 弟母午睡醒来 却发现莲花不见了 她出去四处查找无果之后 回去问老宝有没有见过莲花 不料老宝正在哼着小曲不亦乐乎 弟母觉得是有气敲 求老宝告知女儿的下落 弟母一听崩溃了 大骂老宝不守信用 她怒气冲冲找来一把大砍刀 直接架在老宝的脖子上 为了女儿 弟母算是豁出去了 她一定要知道女儿的下落 此时老宝却非常镇定 她不相信弟母有这个胆量 然而老宝低估了一个妈妈的决心 弟母异常的激动 还措手把她给伤了 老宝摸了摸头上的血 淡定的说她早就看穿弟母的心思 就算莲花到了二十岁 你也不会乖乖的将她交出来 就在这时 莲花居然从外面跑了回来 原来老宝只不过在糊弄弟母 她派莲花到外面 给大户人家跳舞赚钱去了 不过钱非但没赚到 反而被赶了出来 皆因他们都来自一红院 莲花非常不解 为什么外面的人那么排斥这里 地母一听顿时慌了 赶紧跪下求老宝不要叫这个人 因为斯瓦是专门为一红院打标记的 可怜的莲花 八岁就被闹上了一红院的印记 而这个印记将会跟随她一辈子 老宝将腾晕过去的莲花 关进了小黑屋 她现在就要让莲花 适应这里的黑暗 但老宝可以让她完成学业 并不会把地母的职业真相告诉莲花 因为这个秘密可以牵制母女俩 现在的莲花 只能通过门缝看见妈妈 莲花叫妈妈不要哭 安慰她说背上的伤口已经不痛了 并答应妈妈不会放弃学业 往后的日子 莲花在一红院学习各种才艺之余 也不忘自学文化知识 一颗生长在淤泥里的种子 很快绽放成花朵 然而十二年已经过去 莲花能扭转这个命运吗 女娃八岁就被烙上妓院的标记 到了二十岁老宝就会把她卖掉 莲花曾经尝试多次逃走 但都被老宝抓了回来 看来她还是躲不掉这个悲惨的命运 就在莲花要被那些臭男人带走时 两个孤立平隆重登场 紧跟着的是一个力大无穷的男人 男人上台将莲花紧紧护在身后 他目光如炬沉着冷静 面对那些臭男人的围攻 一朝一世毫不含糊 真正做到了哪个上来哪个爹 他发疯式地警告台下 不许任何人动莲花一根汗毛 不然就会死得很惨 随后他拉着莲花大步离开 没有一个人敢阻拦 来到大街 男人贴心地帮莲花摘掉那些廉价首饰 再擦干净俗气地腌制水粉 因为这几样东西 根本就配不上他的清新脱俗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男人出现了 然而莲花只见过这个男人一面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而这位武林高手 却是一个卡普格拉综合症患者 简单点来说就是个神经病 莲花和他相撞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他们双双摔在了地球上 莲花想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没想到那人缺一把抱住了他 男人满眼都是莲花 碎碎念着叫他不要离开 莲花看出有点不对劲 只能边安慰男人边把他拉到旁边避雨 这时男人的父亲出现了 莲花认得他是全城的首富 富商说太不好意思了 儿子出了点状况 说完就赶紧拉着他走了 他的名字叫比尔 曾经是一个极为优秀的男人 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还接管着家族的生意 可是在即将结婚之际 一场意外导致比尔失去了未婚妻杜莎 他无法从这个创伤中走出去 经常容易暴怒 可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能让比尔好起来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是去精神病院治疗 第二就是把杜莎的替身莲花带到比尔的身边 然而富商查到莲花的身世 第二个方案是万万不可行 直到有一天 比尔发疯式地追着大哥来打 搬出这个家 其实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逼比尔住进精神病院 然后好接管家族的生意 三弟劝父亲去把莲花找回来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哥哥待在那种地方 可莲花的出身会引来闲言闲语 父亲唯有将比尔送往精神病院 也许冥冥中早有注定 在途中遇到堵车 司机绕路经过一红院室 碰到了正在到处借钱救女儿的弟母 当得知莲花有难 他也改变了主意 负商给弟母一个提议 弟母答应了 因为这个结果 总比老宝把女儿卖给那些臭男人好 弟母将老宝带出来和富商会面 以最高的价钱帮莲花赎了身 而此时比尔也把莲花救出了一红院 作为一个替身 嫁入豪门和神经病一起生活 会是莲花最终的归宿吗 女孩自小就卖身给妓院 长大后为贵人所救 然而她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这贵人是个神经病 不过她也起码算是一个暖心的神经病 比尔在回去的路上心情无比愉悦 一路吹着十八摩小曲 然而到了家 其他人都是很开心的 哥嫂脸色却非常难看 因为弟弟永远都是绊脚石 大哥再次以儿子被比尔推倒为由 说他依然是一个威胁 就应该待在精神病院 然而接下来的画面 让两口子无言以对 当富商说出莲花要嫁进门的时候 老母亲却有意见了 那么大一件事也不商量商量 富商表示为了比尔 这也是迫不得已做的决定 不过她并没有把莲花的绅士说出来 这简直就是金门配竹门 怎么可以让一个孤儿嫁进来 不过想到比尔的病 老母亲也只能妥协 但她要见见孤儿院长 了解一下这位孤儿的性格和为人 为了作戏做全套 富商只能去找莲花母女 并让弟母来扮演孤儿院长这个角色 莲花一听非常激动 妈妈明明还在世 怎么自己就成了孤儿 但弟母是一个明白人 知道富商的难言之隐 她唯一的心愿 就是让女儿脱离一红愿 得到别人的尊重 而富商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弟母要求莲花以后嫁过去 千万不要说出自己的身世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 一个人挡在了车头 此人正是老宝 奇怪的是他脸上并没有化妆 原来是老宝偷听到了富商和弟母的谈话 他这次毛遂自荐来了 老实说 有老宝扮演孤儿院长比弟母好多了 毕竟他妥妥的一个老江湖 而且老宝还做了功课 他也因此得到了富商的同意 当老宝来到富商家 看见那么大一间屋子 他就知道这次他又发了 因为老宝这次帮忙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钱 然而刚刚坐下来就出了状况 大哥问孤儿院叫什么名字 老宝猛地愣了一下 如果不是做过的功课 这第一道关卡就要穿包 老宝不愧是老江湖 一张嘴能说会道 接着轮到家族作馆老母亲出场 期间虽然出现状况 但都被老宝一一化解 他从老宝口中了解到的莲花 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女孩 这点倒是真的 见孤儿院长这关算是过了 然而就在老宝走后 家里却发现比尔不见了 原来是嫂子假装给他挑新衣服 但比尔又不知道选哪一套 嫂子就游说他不如让杜莎帮你挑 他的目的就是要先见到莲花搞破坏 比尔还真心了 傻傻地带着嫂子去找莲花 目的地当然不是孤儿院 而是那片烟花之地 而西子一弄脏了鞋底 就被泼了一身脏水 但只能说这是活该 因为他偷偷带小叔子出来找姑娘 从而破坏他的婚姻 比尔来到怡红院的街区 到处打探莲花的下落 最汉的言语彻底激怒了比尔 他俩开始发生冲突 但也惊动了莲花 他赶紧下去护着比尔 让那个最汉有多远滚多远 不然别怪本宝宝不客气 那些人被赶走了 可是比尔反而埋怨莲花起来 莲花听见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应 忽然他的脚碗了一下 比尔赶紧给莲花安排了一个哑作 然后脱掉鞋子给他按摩 比尔一边按一边观察着莲花 生怕用力过大把他弄疼了 莲花看着面前这位八号技师 是如此的帅气如此的细心 要是真的喜欢自己该多好 可惜人家只当他是杜莎 比尔看着莲花的眼神 也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享受 屏幕前的你 如果能遇见一个满眼都是你的人 记住要好好珍惜 经过一个半钟的按摩之后 比尔让莲花帮忙挑选结婚礼服 因为他喜欢的自己也喜欢 往后莲花打电话叫富商来接比尔回去 比尔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现在可不可以带莲花回家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结婚 必须按风俗习惯来 比尔听见这个乖乖的答应了 走的时候他开心的向着孩子 到了这个时候 各位看官是不是觉得我把嫂子给忘了 其实在比尔和醉汉冲突的时候 嫂子就发现了 不过当时他把一个巡逻差婆给撞了 而且还出言不逊 直接被差婆抓到了派出所 但他依然不改一项嚣张跋扈的性格 说自己是城里的名门望族 并给出家里的电话号码来证明 当富商得知儿媳在派出所 而且还是和比尔去了一红院 他赶紧告诉家里人儿子找到了 然后出去善后 富商去派出所把儿媳捞了出来 说他明知道比尔的状况 还将他带到外面 他都分布轻易红院还是孤儿院 并叮嘱儿媳回去之后 千万不要说来过这片街区 殊不知嫂子回去就被堵在门口 他只能解释在外面迷了路 老太太可不糊涂 叫他马上脱掉鞋子翻过来看看 当看见鞋底那些什么我也不懂 老太太勃然大怒 立刻命下人去拿水 此事富商正好把比尔接到家 教训完嫂子之后 老太太吩咐儿子 比尔的假结婚尽快举行 不然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可大哥不会让这是顺利进行 他正派人调查这座孤儿院 妻缘嫁女儿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虽然嫁的是一个神经病夫二代 老宝还是提前一天就给莲花办了姜黄仪式 因为忘了不能让婆家人知道她的出身 第二天大婚之日 妈妈拿出儿时就给她准备的头饰和嫁衣 因为让女儿离开这里是她最大的梦想 如今蒂姆的愿望真的实现 她亲手给女儿戴上了凤冠 还不忘遮住莲花背后的印记 然而在出门时 老宝却不让蒂姆跟随 因为如果到时候露出马脚 她的报复计划就泡汤了 所以老宝必须要让莲花顺利加入豪门 蒂姆想起如果不同意 老宝就要揭穿自己的护士身份 所以不得不答应她的无理要求 当来到富豪家 二宝忽然发现这座宅子 就是当年她带莲花来跳舞 而被扫地出门的那户人家 见到莲花 最开心的当然是比尔 可她始终还是那个神经病 比尔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莲花去见奶奶 然而老太看见莲花却面无表情 毕竟在她眼里 这只是一场假结婚 老太和莲花没有任何交谈 只是吩咐下人把她领到休息区 老宝趁着这个机会去找富商 目的就是要票子 她非常直接 要富商再给一笔钱 不然莲花出身仪宏愿这个秘密 就会在婚礼上公布 让他们家颜面尽失 这摆明是赤裸裸的勒索 但富商却无力反抗 只能乖乖叫管家把钱拿下来 然而送钱过来的却是大儿子 原来在管家装钱的时候 刚好被大哥看见 当得知父亲现在就要用那么大一笔钱 这引起了他的怀疑 所以这箱钱他要自己拿下去 富商看见来的不是管家而是儿子 着实吓了一跳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说这些钱只是为了捐助孤儿院 他们家平时也没少做慈善 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大哥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而被烙在一旁的莲花 看见一个服务生过来 虽然他戴了口罩 但莲花一眼就认出他是妈妈 蒂姆还是不放心女儿跟着过来了 然而这也瞒不过老宝的眼睛 他警告蒂姆不要葬送了女儿的幸福 其实老宝是担心那箱银子 随着急时已到 结婚仪式马上举行 比尔说出了最动听的话 不过对象是杜莎而不是莲花 看着这般情景 哥嫂担心他慢慢会变得正常 以后想上位那就难以登天 然而嫂子早就不好了局 寄院出生的女孩要嫁给首富的儿子 然而这个富二代却是一个神经病 一点点火光就让他直接弹射起来 这正是嫂子干的好事 虽然比尔惊慌失措 但他还不忘抱起莲花远离那团火 由于比尔过于紧张 把莲花抱得太紧 直到他喊疼比尔 才将莲花放下来 比尔以为他已经被火烧伤 赶紧喊人叫医生过来 还是莲花聪明 过去浇灭了那旁 比尔正常的时候挺惹人喜欢的 但是发起病来 却让人目瞪口呆 当他情绪稳定 婚礼仪式继续进行 这下可把莲花难倒 那可是他和杜莎的誓言 自己怎么会知道 比尔看见莲花的犹豫不决 差点又开始发病 莲花的确erc 莲花的确聪明决定 这一番话成功化解危机 然而在跟着 比尔念第七条誓言时 莲花又愣了 因为最后一条誓言 是永远不会欺骗 莲花的回答真是太漂亮了 婚礼仪式很快走完 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最后比尔向莲花介绍了自己的家人 当莲花向老太行礼时 他却拒绝了 因为老太打心理就认为莲花是外人 莲花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孙子 轮到介绍父亲时 比尔一脸臭屁 因为在他的心里 父亲经常阻拦他接近杜沙 然而莲花却认为有一个父亲 是多么幸福的事坚持给他行了礼 最后到了哥嫂 比尔还浑然不知 哥哥一家除了侄子 就要莲花引见他的家人 这份差事当然落在老宝和二宝身上 在做了一番虚假陈述之后 老宝警告莲花以后要乖乖待在这里 不能出任何差错 千万不要忘了妈妈还在她手里 莲花看着妈妈 哭的是梨花那个幼带雨 她明明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 这是何等悲痛的事 想起妈妈的供书教学 一把屎一把尿含辛如苦抚养自己二十年 自己出嫁却不能对她行笑意之礼 莲花再也忍不住 她回过头飞奔扑向妈妈 然而莲花抱着的是来送嫁的二宝 她含泪看着妈妈向她伸出了手 只有这样才不让人怀疑 才能表达莲花对妈妈的愧疚与不舍 女儿今天加入豪门 妈妈却只能扮作仆人送嫁 皆因他们出身妓院 婚礼结束之后 富豪很感激帝母将女儿嫁给精神病儿子 并承诺会给予莲花应有的尊严 而这一切又被坏大哥看在眼里 大哥解释他是怕爸爸被骗 只是在关心整个家庭而已 富豪冷笑了一下 在这个家 哪个是人哪个是鬼 他老人家一目了然 而帝母回到怡红院 竟然杀出一只成咬精 他拿刀对着帝母逼问莲花的下落 此人正是莲花的发小狂牛 从五岁起就爱上了他 但莲花只当狂牛是朋友 莲花曾经让他帮助自己逃走 但被老宝洞悉先机 将狂牛抓了起来 在莲花出嫁这天 他拼命挣脱控制来怡红院找帝母要人 狂牛此时情绪也非常激动 让帝母不要逼牛跳墙 为了莲花 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忽然老宝出现了 他的气场震慑了所有人 狂牛在老宝面前就像一只小鸡 刚才的嚣张跋扈顿时消失不见 老宝大骂狂牛怎么敢在一红院撒野 并要他马上滚出去 永远不能踏入这个街区半步 而狂牛碎碎念的莲花虽然嫁入豪门 但结果也好不到哪去 他现在正接受着老太太的训告 富豪多次想为莲花说话 都被老太打断 富豪背对得哑口无言 只能乖乖地带着 老太给莲花约法三章 第一不能进入厨房 第二不能和大家一起吃饭 最苛刻的是第三条 不得与这个家任何人建立关系 因为莲花和比尔是假结婚 所以他只是一个彻底的外人 莲花的命真苦 本以为可以脱离一红院 现在却又掉进了另外一个火坑 还是三地好 对莲花并没有偏见 告诉他比尔人很不错 只是几年前遭遇了意外 希望莲花的到来 能帮助比尔回到以前的样子 这是今天第一个 对莲花好好说话的人 让他倒是有了些血腥味 当莲花回到新房 比尔给他准备了浪漫的洒花仪式 还被他从后面一把抱住 莲花听见顿时手足无措 加上比尔的胡子有点扎人 他完全不知道 傻子也会洞房 洞房花竹叶 新娘竟然要分房睡 新郎当然不会答应 正所谓春孝一刻慢慢长夜 必须先来守月亮之上跳一段恰恰 然后美美地吃上一口再睡觉 殊不知比尔真的弄来食物 因为他知道莲花今天没吃过东西 并用单身了三十年的右手来喂他吃 比尔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但莲花总觉得不是很自在 肉过三巡之后 比尔还没有睡意 他要带莲花去看星星 看自己最喜欢的那颗太白金星 莲花开始是拒绝的 但比尔说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做得到 这句话勾起了他的回忆 莲花怎么也想不到 小时候那个同学真的是比尔 事实就是这么巧 他俩在一起读过书 莲花八岁因为出身 被老太赶出这座豪宅 十二年后 他又阴差阳错嫁给比尔 然而这个豪门儿媳却不好当 看完太白金星终于可以洞房了 但比尔像个孩子一样 趴在莲花的大腿上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 比尔就送给莲花一份礼物 一条50克拉的钻石项链 莲花带着项链美美地 下去佛堂拜个神 谁知道被老太训斥 他玷污了神灵 这个昏洁的也太窝囊了 莲花解释自己只是习惯性的拜神 并没有冒犯的意思 老太给他重新声明立场 莲花在这里的任务 就是帮助比尔恢复状态 完成了就要离开这个家 就在这时 嫂子发现了莲花脖子上的项链 嫂子说完马上扑向她 抓起项链问莲花这是哪来的 莲花表示这是比尔送的 嫂子却说她利用了比尔的天真 来骗财骗色 婆婆实在看不过眼 她可以证明比尔很久之前 就为杜莎准备了这条项链 嫂子说既然是杜莎的 那么莲花就不应该拥有 那么名贵的首饰 和她的身份根本不匹配 说完就要摘下莲花的项链 比尔的出现 吓得嫂子差点飘尿 她惊讶比尔那么早就起来 而且还精神焕发的样子 比尔看见嫂子欺负爱人 她很生气 连老太都不鸟了 在比尔眼里 莲花就是她的心头肉 天王老子都不可以为难她 比尔为莲花擦掉眼泪 安慰她说 不要怕有我在 往后比尔转身再去和老太打招呼 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睡过那么好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莲花在 老太看见比尔的转变也非常高兴 马上吩咐下人去准备早餐 然而比尔却要莲花去弄给大家吃 因为新娘第二天进厨房 是当地的一个风俗 老太一听 这不是把三条家归中的两条废了吗 她开始各种理由推躺 比尔看出了端倪 她抱着莲花宣布了主权 莲花是这个家的儿媳 应该拥有这里的同等权利和尊重 然而莲花真的可以得到这些吗 女孩嫁入豪门 却被限制不能踏入厨房半步 但莲花有个好丈夫 坚决捍卫妻子的尊严 差点就把想要工的厨师炒掉 老太表面默认比尔的要求 背地里却又是另一套 她在厨房划了一条界限 声明要莲花止步于此 否则就要把她赶出去 这招可谓恶毒至极 让莲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当回到房间 却发现比尔正因为刚才的事 把厨师当靶子链 可惜水准太差 一刀都没扔中 但这也足以让厨师吓破了膽 莲花害怕闹出人命 赶紧上前制止 让她不要小题大做 但对于比尔来说 任何和莲花有关的都是大事 老太不准莲花踏进厨房 比尔却要她去做早餐 这该如何是好 莲花一时间找不到对策 忽然想起小时候妈妈有教过她 做什么事都不要轻言放弃 在看见墙角那堆红砖后 莲花就有了办法 她用红砖搭建一个简易的炉灶 再到花园捡一些树枝做柴 小眼镜侄子也帮忙拿来盆盆剥剥 然而她很快被妈妈发现 当嫂子得知儿子是帮莲花在花园煮饭 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了 嫂子还不忘打电话 叫老公回来看莲花出丑 就在她准备给老太打小报告时 老宝院长竟然来了 虽然这场婚姻是假的 但是仪式感的做得妥妥当当 结婚的第二天 娘家人上门回访那是必须的 然而老宝的出现 都是比尔的主意 比尔知道不能明智和老太对着干 只能请莲花娘家人来牵制她 因为嫂子之前过门 也是走这样的流程 但嫂子却认为莲花和她根本没得比 姐妹们 如果有人对你这么说 一定不要相信 因为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 比尔忽然想起月亮怎么不见人影 连忙开启紧急呼叫模式 莲花好像收到信号一样 蹦出来说早餐已经准备好 比尔心情大好 吩咐大家准备尝尝莲花的手艺 而哥嫂认为没有人会吃莲花煮的东西 马上就有好戏看 莲花为大家端上她亲手煮的臭豆腐榴莲羹 比尔竟然要莲花为她吃 的确 在比尔的世界里 其他人都是透明的 三弟吃了也赞不绝口 富豪本想尝尝 但被老泰的眼神吓退了 比尔看见这般情景并没有发火 而是让莲花去喂大家吃 要喂的第一个人 就是老泰 柔弱女子竟然能掐爆玻璃杯 虽然手被割伤 但她也化解了这个家庭的矛盾 然而老泰对此并不感冒 她再次声明 莲花在这只是辅助比尔康复 而且她做的早餐以时浪费食物 更过分的是 老泰还叫下人把这些食物拿去派发给穷人 富豪实在看不过去 游说老泰是不是可以善待莲花 毕竟刚才她宁愿弄伤自己 就是为了让老泰下的了台 富豪说完还去给莲花道了歉 她这样做 就是为了兑现当初对帝母的承诺 同时希望莲花能够帮助比尔康复 三弟也前来安慰 莲花问了她一个问题 比尔的病是好是坏 有什么应付的办法 三弟听完 从抽屉拿出一本笔记 里面是比尔和杜莎的故事 如果想要她好起来 可以从她的过去入手 翻着比尔的日记 莲花看得津津有味 忽然比尔从后面把她抱住 比尔一听 突发气想现在就去看日出 我滴个妈呀 离日出还有半天时间 莲花还是拗不过比尔 只好跟着她出去 当路过一红月那片街区 莲花不禁想起了妈妈 她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班 于是就想打个电话给帝母 不过比尔忘了带手机 幸亏司机有电话 然而万万想不到 电话那头竟然是狂牛 原来她被赶出去之后 又回头找老宝认错 目的当然是想打探莲花的下落 在偷听了帝母的谈话之后 得知莲花一定会打电话回来 于是便连偷带抢了帝母的手机 但是狂牛接到莲花的电话 并没有吭声 他们终于在河边看到了美丽的日出 比尔忽然提出要莲花唱一首歌 一首她亲自为杜莎写的歌 但莲花又不是杜莎 她哪知道唱什么 比尔还去岸边借了一把吉他 给莲花伴奏 但莲花真的不懂唱什么好 比尔的情绪开始不稳定了 当莲花睁开眼 比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寻遍了整个河岸都找不着人 就在这时 狂牛也来到了这里 女孩忽然发现 自己的精神病老公走丢了 女神好像听见莲花的呼唤一样 飞来一阵风吹开了日记 莲花拿起来一看 上面写的都是歌词 她忽然想起比尔在河边哼的吊吊 这会不会就是写给杜莎的歌吧 莲花的猜测果然没错 歌声把比尔吸引了过来 而在她心里 杜莎也回来了 此时狂牛也找到了这里 眼看就要发现莲花 幸亏老宝的手下及时赶到截住了她 自从知道狂牛偷走弟母的手机 老宝生气得不得了 因为如果被狂牛找到莲花 她的弄钱计划就泡汤了 狂牛说她爱莲花 这有错吗 在意宏愿只有买卖和来爱情 这是老宝说的话 如果狂牛出得起更高的价钱 也可以拥有莲花 而因为狂牛偷了弟母的手机 她要去警告莲花不要再打电话 当来到豪宅 莲花和比尔也刚刚到家 家人早就发现比尔不见了 看见他们回家才放下了心 但富豪还是责备她不说一声就离家 因为最担心的是老太 想起这个 比尔赶紧和三弟出去买点老太 喜欢吃的回来哄她 就在这时老太出来了 他二话不说直接打翻了花盆 大声训斥莲花这个孤儿 果然不懂规矩 富豪说是不是该听一下莲花的解释 而老太一口就认定 比尔离家是莲花的错 并马上就要将他送回孤儿院 可怜的弟母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欺负 就在弟母寻思 要不要把狂牛的事告诉莲花时 他被发现了 富豪警告他千万不要冲动 而他现在看到的是自己闺女被老太欺负 富豪只能解释 那是因为他俩没有知会 一生就偷偷跑了出去 他让弟母先回去 这里的事他会处理好 临走前 弟母把狂牛也在找莲花的事告诉了富豪 让他们提防一点 而莲花此时正要被老太赶出这个家 比尔早就料到莲花会受到谴责 所以回来时带着一根棍子 他向老太说明了情况 这一切都不是莲花的错 要罚就罚自己好了 老太又怎么舍得惩罚比尔 毕竟他最爱这个孙子 而莲花才是外人 比尔的确高情商 奉上老太最喜欢吃的糕点 把他逗得开开心心的 然而比尔还有个要求 孙子竟然要奶奶向刚过门的妻子道歉 然而妻子却非常懂事 表示老太之所以怪责自己 那还不是因为担心你这个孙子的安危 试问爱一个人又何错之有 这已经是莲花第二次挽回老太的面子 然而他觉得更加不妥了 莲花才过门几天 就搞得比尔要自己向他道歉 在这个家 老太可是天王般的存在 如果让莲花再待久一点那还得了 他吩咐儿子 给莲花七天时间 如果比尔的病情还没有好转的话 就马上叫他滚蛋 此时在房间的他俩 浑然不知时间已经那么紧急 比尔正想戏弄莲花一下 不过被他巧妙地躲开了 当比尔看见这件橙色的衣服 猛地想起杜莎发生意外那天的事 随着大喊大叫不要看见这件衣服 他崩溃地用棉被蒙住了自己 莲花看见比尔这样 忽然记起本子里记载过 杜莎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橙色 他赶紧把那件衣服藏起来 在比尔身边哼起那首爱之歌 这才让他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第二天 富豪早早就召见了莲花 告诉他只有七天时间 希望莲花能想到办法让比尔好起来 然而他得病已经几年 短短的七天就要好起来 这弹劾容易 就在莲花彷徨无措时 侄子的一支足球飞了过来 不禁让莲花想起比尔也喜欢踢球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帮他恢复得快一点 于是莲花要求三弟帮忙来一场足球赛 然而在和比尔说了之后 他开始浮现杜莎的身影 人也变得狂躁不安 虽然比尔这样说 但莲花并没有气馁 因为他知道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他 足球比赛如期举行 不同的是 莲花拿着个大声弓在播报比赛情况 他的目的就是让比尔听见 然后把他引出房间 不料全家都被大喇叭喊了出来 老胎大骂谁大清早在此一压鬼叫的 在得知这样是为了比尔之后 大家都静静地看他表演 莲花拿着大声弓对着楼上大喊 侄子输得好惨谁来救救他 然而楼上还是没有动静 就在老胎准备制止这场闹剧时 比尔出现了 富豪让老胎再等等 因为他知道莲花这样做的目的 比尔看见侄子在输一球后 他实在待不住了 此时的比尔就向罗纳尔多附体 调整姿势临门一角 漂亮 囚禁了 就在众人都为比尔欢呼时 他又想起了杜莎的点点滴滴 包括那场失去杜莎的火灾 比尔一时间承受不了 晕了过去 莲花的一番苦心 没想到弄成这样 哥嫂是第一队出来谴责他的人 而老胎刚才看见比尔的踢球 以为以前的他回来了 想不到希望变成了失望 豪门娶了一个妓院出身的儿媳 目的就是为了治好儿子的病 可没想到弄巧反捉 病情貌似更加严重了 莲花也遭受到老胎的指责 就在这时医生出现了 他解释比尔和过去隔着一道墙 现在莲花已经将他打开一条裂缝 只要墙倒下 比尔就可以完全恢复 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听见医生的话 莲花非常开心 还不忘给神写下心愿 当莲花回到房间 看见老胎正在给比尔一边按脚 一边说还同时的去世 莲花也想起了蒂姆 她小时候也是这样照顾自己 不知道妈妈现在过得怎样 小侄子刚好路过 得知莲花想念妈妈 便递给她一个电话 但莲花忽然想起负伤曾经说过 蒂姆的手机已经被狂牛偷走 不过她可以打到一红院的座机上 电话那头是发小的声音 发小告诉她弟母过得很不好 不但遭到非人对待 现在更是卧床不起 莲花一听非常担心 连夜赶过去一红院 想要看望妈妈 不料路上遇见了狂牛 要不是蒙着脸 就要被她发现了 当来到一红院 老宝早就等候多时 因为他俩的谈话 被老宝听得一清二楚 莲花求她让自己见妈妈一面 但还是被老宝无情地赶了出来 她必须确保这只金饭碗稳稳当当的 而莲花离开大宅去一红院的事 已经被富豪知道 她警告莲花 现在比尔开始有了起色 千万不能再行刹她错 不然就会前功尽费 改天比尔醒来 情绪依旧不稳定 吵嚷着要找莲花 直到莲花的出现她才安定下来 一个神经病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打死也不信的 这时老太叫比尔像往常一样 到花园喝个早茶 但被她拒绝了 比尔现在不想离开莲花半步 老太听闻脸色大变 莲花不仅威胁到她在这个家的地位 还改变了她和比尔的关系 因为这个孙子从小到大 拒绝过她 结婚八天 丈夫就提出要去探望娘家 这不但吓坏了妻子 连老爸都不知所措 因为这个儿媳是她从妓院买来的 如果今天去探望娘家 那么真相就会被揭露 而这一切都是嫂子搞的鬼 傅豪赶紧施意老太去阻止 但被比尔一顿撒娇 最终老太还是同意了 傅豪也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他们去莲花娘家 当歌嫂看见路 竟然开往一红圆的街区 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了 没想到老宝早就恭候多时 他真的把这家子 领到了一处孤儿院 莲花心里的石头 算是放下了一半 原来是傅豪在来之前 就和老宝说明了状况 老宝听见开心的不得了 知道钱又送上门来了 当然 只要老宝把这事应付过去 钱肯定不是问题 也不得不佩服老宝的办事能力 在那么短的时间 居然可以弄一座孤儿院出来 他把怡红院的花姑娘和孩子 全部搬了过来 热热闹闹的 和普通孤儿院一点分别都没有 大哥吩咐妻子到处去转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不寻常的线索 而莲花最关心的妈妈 却不见人意 老宝当然不会告诉他 帝母已经被关在厨房 因为老宝怕他见到 莲花会露出马脚 那样以后就别想再罗富豪的钱了 糟糕的是 帝母的呼喊声被嫂子听见 眼看嫂子就要把门打开 幸亏二宝出现了 他解释里面 关了一只攻击性很强的疯狗 如果被咬就会含笑而死 这种想见又不能见的伤痛 也许只有帝母能体会了 而在客厅 一个小孩热情地和莲花打招呼 比尔有点惊讶 你不是杜莎吗 怎么叫莲花了 千算万算 老宝算落了这个童言无忌 不过莲花看见桌面上 正好有一盘莲花 心中就有了对策 他解释小时候因为喜欢莲花 所以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 比尔听完脸色非常凝重 慢慢地走向那盘莲花 从里面拿出了一朵 然后回到莲花面前 跪在地上把花送给了他 这一关虽有惊无险 但也算是过了 借口在外面等大家 而莲花也坐不住了 他要去找妈妈 但老宝把莲花盯得死死的 他说如果莲花想见到妈妈 必须得帮忙额付伤的钱 但被莲花一口拒绝了 对于莲花来说 五万简直不是阳间的数字 他怎么敢开这个口 就在这时 比尔竟然闪现了出来 男人新婚回访的娘家 是一座孤儿院 却被阿娅丈母娘敲诈五万大洋 而且还美其名为孤儿院孩子 添心衣服 比尔听见二话不说 让司机拿来支票本 大手一挥慷慨送上 付好老爸知道老宝的用意 在一旁敢怒不敢言 老宝收了钱 也奖心用把蒂姆放了出来 从出嫁那天算起 莲花已经214小时 08分95秒没见到蒂姆 当看见妈妈那刻 莲花不顾一切上前抱住了她 哭的那是一个稀里哗啦 他这个举动让比尔觉得有点奇怪 老宝只能解释蒂姆是这里的厨师 莲花是他一手带大的 比尔听见莲芒和蒂姆表示友好 谁知道我玩手之后 他静止走了出去 回来时拿了一盆水 比尔让蒂姆做好 贴心地给他用毛巾敷上 原来在握手时 比尔就知道蒂姆已经发烧 这一细心的举动 把莲花感动得不行 在给蒂姆敷完之后 比尔还亲手为他吃五大狼烧饼 这个神经病真是太暖心了 莲花看着比尔和妈妈有说有笑 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开心 临走时 负伤指责老宝利用比尔再次卷钱 希望不会再有下次 不然后果很严重 然而老宝却说这是他应得的 因为没有人能在两个小时内 弄一座孤儿院出来 老宝郑重申明 她是这里的女王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威胁 富豪回去之后 大哥就迫不及待地向老太打了报告 孤儿院正位于一红院街区 老太听见那是满脸的嫌弃和厌恶 负伤解释只是绕路经过而已 哥嫂也在一边煽风点火 还说起以前去过一次那片街区 就被老太泼胜水进化 如今一家人却走遍一红院那条街 这可把老太起得大骂了负伤一顿 而莲花遇见了三弟 还把今天的喜悦和她分享 莲花以为比尔只对她一个人好 但没想到 比尔对待陌生人也那么好 这就证明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莲花已经找到治好比尔的办法 她的心病是杜莎 只要了解杜莎是什么样的 就能让比尔好起来 女孩嫁给了一个精神病妇二代 但有人说她不是精神病 而是个大宝贝 比尔的确是个大宝贝 她比黄飞红能打 随时可以一个打十个 她会踢球 球技堪比我年轻的时候 她很贴心 贴心的简直让人窒息 但这仅对于她的爱人杜莎 而杜莎 就是大宝贝发病的根本 想治好她的病 必须从杜莎入手 三弟给莲花找出了一项东西 里面都是杜莎的衣服 于是莲花按照日记里面所说 打扮成杜莎的模样 但对于莲花的这身装扮 老太满脸的疑问 哥嫂更加说 她是不是想代替杜莎在这个家的位置 而莲花淡定的解释 只有打败过去 比尔才能完全恢复 今天莲花就要和以前一样 带比尔到外面走走 她希望老太能够批准 哥嫂第一个吃反对意见 因为他们最见不得比尔变好 可没想到富豪竟然也赞成 那是因为经过老宝的再次勒索 她对于宏愿已经极度反感 但事情迎来了反转 老太居然同意莲花的作法 不过她有个条件 如果这次比尔的病情得不到改善 莲花必须马上卷铺盖走人 这个军令壮丽的优点令人担忧 因为能不能让比尔好起来 还是未知之数 莲花要求比尔带她去 他们以前常去的地方 那是一家高级餐厅 比尔来到这里 恐惧感也瞬间来袭 满脑都是杜莎的影子 莲花也察觉到了比尔的一样 大力游说她上台吟诗 原来大宝贝还有一个作诗的功能 日记里也记载不少 她写给杜莎的诗词 但脑海里的恐惧让比尔胆怯了 无奈之下 莲花只能亲自上台 为了比尔的病 她算是尽心尽力了 当莲花念出那些熟悉的散文诗 还隆重地介绍了这些诗 都是出自比尔之手 比尔却反而更加坐立不安了 还抗拒地躲在一边 就在大家欢迎比尔上台时 莲花才发现大宝贝已经不见人影 她只能失望地走了下去 忽然身后传来比尔的声音 她已经打破恐惧 重拾以前的自信 莲花惊讶地发现 大宝贝念的日记里没有记载过 难道这些诗是写给自己的 真的如莲花所想 比尔今天说的全是关于她 没有半点杜沙的影子 现在的比尔满眼都是莲花 她真是妥妥的一个大宝贝 比尔的精彩保隐 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很多人将视频传到了网上 家里人看见那是一个开心 因为比尔好几年没有赢过诗了 很明显 莲花的办法生效了 比尔恢复以前的样子指日可待 然而负伤却有了另外的打算 女孩第一次被丈夫亲吻 然而悸动地心指维持了一秒 因为她不过是一个从妓院买来的媳妇 莲花很清楚 他们之间那道鸿沟永远不能逾越 经过这次诗歌事件 外界对比尔犯病的质疑统统消失 公司的股价也一路飙升 比尔的恢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这当然是莲花的功劳 她现在就要带莲花出去游车喝 可老太不但不感谢莲花 反倒警告她不要忘记自己的位置 然而就是因为老太这句话 让比尔再次犯病 比尔将莲花带到了一处公园 这里是她和杜莎以前经常来的地方 就在他们要进去时 比尔突然发现钱包落在了加油站 她赶紧要3D回去找 其实比尔是故意制开3D 好和莲花过二人世界 面对比尔的贴心话语 老太的警告再次浮现 莲花不但拒绝了比尔的话 还转身逃离了这里 她的心好乱 尽管比尔大声地呼喊 莲花都没有回头 这也让比尔的病开始发作 公园的椅子不仅全被推翻 就连灯柱也成了她的攻击目标 比尔此时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莲花的劝阻道歉再也不起作用 眼看灯柱就要被打得七孔流血而死 莲花伸出自己的手 为灯柱挡了一击比尔的气伤拳 听见莲花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比尔这才醒过来 忽然比尔扔下莲花 她穿过拥挤的车流 为莲花买了药回来 这一击真是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那 莲花看着比尔细心地为自己包扎 本来筋脉筋断的手瞬间好了 比尔要她以后再也不许离开自己 而莲花很清楚 这个婚姻本来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但她还是给了比尔承诺 莲花知道只有这样 比尔的病才不会再犯 而老宝则在依宏愿闻着金钱的味道 静静等着莲花的回归 因为她知道 莲花很快就能让比尔好起来 只要蒂姆在这里 莲花就无法逃离自己的魔掌 今天这屋子的所有女人都不能吃东西 因为老太马上要为精神病孙子 举行一场法事 嫂子见不得比尔好起来 偷偷让丈夫点了外卖 在房间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 但她偏偏做死了一个高空杂物 购物袋刚好掉在莲花身边 莲花打开一看 居然是嫂子的外卖清单 这不是破坏了比尔的法事吗 莲花赶紧上去找嫂子 果然看见她在啃鸡腿 嫂子听完马上警告莲花 就算她去打小报告也没用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孤儿的话 嫂子还将一瓶芥末降到在莲花的伤口上 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眼看法事马上就要开始 莲花不能任由嫂子破坏比尔的运气 然而想不到的是 嫂子竟然拿出购物袋 说莲花要污蔑她 这一招恶人先告状 既可以独善其身 又能把莲花摆了一道 的确是高 不过莲花也不怕嫂子 她让老太查看袋子里的外卖单 上面有嫂子的名字 然而上面的字迹 早就被她擦得一干二净 莲花这下真的是百口莫辩了 老太勃然大怒 要她立刻马上滚出这个家 众人听见大吃一惊 纷纷问她是怎么回事 嫂子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她在人民房间吃炸鸡的画面 早被儿子用无人机拍了下来 现在大家可以鼓掌了 恭喜嫂子席领老太的一大瓜子 并回到房间静后发落 莲花终于沉冤得雪 但法会少了一个人将进行不了 必须补上一个斋戒的人才可以继续 而莲花就是最后人选 这个老太当然不会同意 大师这番话把老太吓傻了 比尔是绝对不能有事的 无奈之下 老太只好同意莲花作为替补 来继续这场法事 在法事完成时 大师泄露了天机 然而莲花和比尔的命运 真的会如大师所说的那样吗 坏嫂子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而莲花这个外人也要被埋态 幸亏有个爱她入股的老公 比尔刚才是出去给莲花买礼物去了 如此贴心的神经病 害得我也想变性去找一个 嫂子此事已经拉得不成人形 咬牙切齿一定要报这个仇 她抓住莲花一个人下楼的机会 装身弄鬼弄出一响 等莲花过去查看时 一把将她推进杂物房 然后锁门并关掉了灯 房间顿时一片漆黑 小黑屋那可是莲花的童年阴影 蒂姆求老宝的声音 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比尔这一惊醒 才意识到莲花竟然还没有回来 因为房子实在太大 她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才发现莲花 看见这番情景 比尔简直心疼得要死 第二天 比尔就给莲花买了一台能打电话的手机 免得她再次走丢 莲花拿到手机偷偷打给了妈妈 蒂姆带给她一个消息 狂牛不知道从哪弄来很多钱 还买了很多礼物去巴结老宝 而老宝也答应狂牛 只要有足够的钱 就把莲花许配给她 蒂姆让莲花提防着点 有事没事最好不要出去 然而怕啥来啥 大哥竟然找来家庭医生 让他评估一下比尔的情况 医生看见现在的比尔 当然认为他比以前好了很多 还夸奖这都是莲花的功劳 大哥提出应该让他们到以前和杜莎去过的地方旅行 比尔的病就会好得更快一点 既然医生说这样好 老太爷只能同意 最不解的还是嫂子 明明就很讨厌比尔和莲花 为何还要和他们一起出去旅游 大哥当然不会那么好心为了比尔 其实他葫芦里卖的是一种毒药 逗逼嫂子以为丈夫要伤害比尔 那样肯定会遭到家人的怀疑 这万万不可行 只要莲花死在比尔面前 那么他就会发疯 永远也恢复不了 家里的事业当然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这一招可谓杀人诛心恶毒无比 也只有他能想得出来 但大哥算错了一步棋 他请来的杀手正是狂牛